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做一个漫谈 继续我们的那个答观众系列 今天的题目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提供的 这位朋友是我们频道的一位老观众 水平很高 提出过很多有水平的观点和一些新颖的角度 他在来信中提到说最近中共正在高调纪念朝鲜战争 我们应该揭露他们的谎言 他提出了七个方面来戳穿中共的欺骗宣传 因为和我准备的内容有很多的重叠 大家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会引用到他的部分观点 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在这呢特别向这位朋友表示感谢 另外呢也有其他的网友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和疑问 我想这正符合我们这个答观众系列的主题 我们要专门挑战那些有普遍性的 有争议性的重大的话题 在这呢我要向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表示感谢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提出您的观点 那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漫谈 其实呢一直就想说这个话题 但真的面对7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时候 一时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因为篇幅所限嘛 所以今天我们只说说开头和结尾 我们先说史实 然后回头 再去对照那些骗了中国人 70年的那些谎言 先厘清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说的呢是朝鲜战争 或者叫韩战 并不是所谓的抗美援朝 因为朝鲜战争呢是从1950年的6月25号开始的 而中共军队是在10月8号秘密入朝参战 10月25号打响了第1次战役 后来呢这个10月25号就被中共官方定为 抗美援朝纪念日 所以说说到抗美援朝 它只是整个朝鲜战争的一部分 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大部分 时间到了70年后 那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点 来看当时整个的历史 我们看看当初 中国人 到底 干了件 什么事 1950年的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蓄谋已久的朝鲜的10个师 从6个方向攻入了南朝鲜 当时南朝鲜的正规部队只有三万五千多人 完全无法抵挡 只能是节节败退 那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这个战争性质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有人讲 朝鲜是为了祖国统一 好像这么说呢一下子就有了正当性和正义性 但这件事在当时 那可是严重违反 国际法的 二战后期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报 当时在朝鲜就画下了这条38都线 然后两边呢分别有美军和苏军 两边互相进驻 接受日本的投降 当时成立了一个四大国联合委员会 分别是苏美中英 但是由于中国和英国呢对这件事不是太感兴趣 结果这件事呢就主要由美国和苏联负责 到了1947年美国和苏联在这件事上炒翻了 于是整个朝鲜的未来命运就交给了联合国 联合国通过了一个112号决议 主要的内容是 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这里边还特别包括中华民国 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 在美苏占领区 同时举行选举 产生一个统一的政府 之后 美苏两国 你是同时撤军 大家注意啊 这个112号决议 这可是全票通过了的 这个在当时 那就是国际共识 但到了1948年 执行这个决议的时候 当那个委员会试图进入北朝鲜的时候 遭到了苏方和北朝鲜的拒绝 导致联合国这个决议在北朝鲜这方 无法进行 于是呢在5月10号 南朝鲜 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举行了大选 在当天有75%的南部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总共选出了198个国会议员 负责监督的联合国这个委员会 看完了整个的过程 宣布 整个选举有效 8月15号 大韩民国宣布成立 在这之前叫南朝鲜 从这天起 人家就叫韩国 李承晚击败了金九 当选了韩国第1届的总统 当时定首都 为汉城 12月12号 联合国通过了195号 决议 承认大韩民国是符合联合国大会决议的 朝鲜半岛的合法政府 但到了9月份呢苏联 迫于压力吧 在北朝鲜呢他也搞了个选举 1948年的9月9号 北朝鲜也建国 金日成呢以99%的高票当选为首相 9月9号建国 99%的高票当选 全9的一块去了 这倒好计 等于这个金家政权 一成立立刻就得到了苏联 中国 以及当时东欧各国的承认 到此呢我们就知道 这里边没有一个国家分裂的问题 在1910年的时候 整个的朝鲜王朝 已经亡国了 朝鲜半岛已经被日本统治了35年了 现在呢是在外力的干预下 在原来的日战区上 新成立了两个新的国家 而且都分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我想到这儿呢我想我们就清楚了 1950年6月25号 朝鲜对韩国的进攻 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 这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 是违反国际法的 是破坏了当时建立的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的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 不正义的 侵略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第一时间 也就是当天 联合国安理会立刻就紧急通过了一项 决议 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第82号决议 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刻停止侵略 大喊民国以避免 朝鲜战争的全面爆发 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 无反对票 以及一票弃权 那就是苏联 整个以这个表决结果 9比0 通过了这项 决议 两天以后 眼见这个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置之不理 安理会立刻又通过了一个 联合国安理会第83号决议 给朝鲜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要求朝鲜 立刻停止进攻 退回到三八线以后 但这时朝鲜战争已经不可阻挡了 7月7号 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 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 宣布由联合国成员国的 16个国家的军队 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 组成一个联合国军 介入到朝鲜战争 在整个的决议里面 其中美国要提供88%的战斗人员 占据主导的地位 联合国军受美军的统一指挥 行动要向安理会进行报告 当然并不是听命于联合国秘书长 等于到此 朝鲜战争就演变成了联合国的一次制裁 违和和执法 行动 这在当时是符合国际法的 从各方面来讲 都合情合理 所有说的这些决议 苏联弃权 其他国家是全票 通过 我想到这的整个战争的是非取直 是非常清楚 这里面谁是正义的一方 谁是邪恶的一方 站在联合国的角度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 这都是非常清楚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面对中共的那些说了70年的谎言 首先就是这四个字叫抗美援朝 你像我们从小听到的 那都是美国去进攻朝鲜 并想以此作为跳板来进攻中国 中国那是挡住了美军 等于就保卫住了东北也保卫了中国 你像习近平在10月19号的讲话他是这么说的 70年前 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 中国的党和政府依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的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 我想如果大家弄清楚了上面的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就会知道中共的这个谎言 是多么的厚颜无耻颠倒黑白 他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到朝鲜 是联合国军 那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表决通过的 你对抗的是美国吗 你对抗的是整个的文明世界 是联合国 是当时整个的人类社会 当然说到的有美国人扬言要进攻中国 那就是麦卡瑟 那是因为当时你中国 悍然支持这个反人类不正义的朝鲜 你助纣为虐 公然以联合国为敌 以全世界为敌 当时不宣而战 发动突然的偷袭 来攻击联合国军 如果像中共所说的美国蓄谋已久要进攻中国 那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他直接支持国民政府 岂不是事半功倍吗 那甚至当时蒋介石还邀请美国来直接参战 如果当时来那岂不是 理直气壮 在朝鲜战争中 联合国军和中共的军队都打成那样 战火也没有烧到中国的境内 如果美国真的想侵略中国的话 那不早把中国境内的补给线 像什么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都给你炸烂了 实际上 当时的联合国军的司令放出这些扬言这些狂话的 那个麦卡瑟 正是因为他想扩大战争 他想轰炸东北 才被最后撤职 调回美国 当年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四星上将布拉德利 在参众两院 对当时撤销五星上将麦卡瑟 四项职务的那个听证会上 讲过这么一段话 说如果我们将战争扩大到中国 那将是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方 和错误的对手 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这句话呢听着耳熟是吧 后来呢都被中共给切成了数段 断章取义来骗自己的老百姓 联合国和美国一直强调的这是一场有限战争 出兵朝鲜 就是一次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解决的是朝鲜侵略韩国的问题 哪来的什么蓄谋侵略中国 习近平的讲话中说 说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 听完了刚才的那个整个的过程 当初是谁在破坏和平 是谁在侵略 中国当时是在帮助侵略者的一方 还是站在捍卫和平捍卫国居秩序的一方 习近平的到今天还在认为 说中国的这场 助纣为虐 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这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 如此的颠倒黑白 如此错乱的世界观 你让全世界现在怎么看今天的中国 怎么看你习近平 我想弄清楚当时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当初中国是砸锅卖铁 兴举国之力 牺牲了无数儿女的生命 帮的是一个侵略者 是一个破坏国际秩序 违反国际法的坏蛋 做的是一件助纣为虐 自觉于文明世界的坏事 这件事 它既不正义 也不道德 更没有必要 而且代价惨重 是后患无穷 从一开始 中国就错了 70年前 中国干的是一件坏事 那下面呢我们再说说结尾 三年多的战争 那到底是不是取得了胜利呢 那就要盘点一下中国到底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重点说说中国失去的 因为主要就是失去了 首先那就是上百万军人的伤亡 根据统计 共军前后参战的总人数超过了240万人 最近中共公布了一个确切的伤亡数字 55万 什么意思 中国军队到朝鲜有55万人没有回来 这里边有死的 有被俘的 有投敌的 有逃跑的 另外根据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史参考 这个报告里边讲 说共有那18万的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附上了22万0218人 失踪了25621人 被俘21400人 根据美国方面的 统计 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40万人 以上 负伤的是48.6万人 以及被俘的21,839人 这样把伤和亡全加起来按照美国人的统计 就达到了将近90万人 另外有最新的统计 讲中方阵亡的人员如果把前线和后方的 因为补给线也被人炸死了很多人嘛 把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 竟然总数达到了80万人 这说的是死的 等于中国呢打了一场完全没有正面意义的战争 最后导致数十万中国军人命丧他乡 说到美军在战争中总共死亡了54246人 在美国的历史上 由于这场朝鲜战争 它夹在二次大战和后来的越战的中间 它的规模和历史的影响都要小得多 在美国的历史上这场战争被称为是forgotten war 被遗忘的战争 第2个失去呢那就是中国失去了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战争打到最后 原来的那条北纬38都线 没有成为最终双方的界限 而且以双方当时实际的控制线作为标志 划分了南北 结果朝鲜的和战前相比 不但是寸土未得 反而失去了一片 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这边这片土地还包含有重要的天然气的资源 大概那是作为对朝鲜的补偿 1962年在平壤 周恩来代表中共签署了中朝边境条约 当时签署人有中共的总理周恩来 外交部长陈毅和朝鲜的外务相 朴承哲 这个条约呢将远属中国的 包括白头山就是长白山 天池部分领土 和1200平方公里 割让给了朝鲜 说到鸭绿江呢原本是以中心为分界线 现在呢连江上的所有的那些岛屿 全部都给了朝鲜 这件事在当时这个条约甚至引起了中国当地官员的抗议 到了1964年的3月20号在北京 陈毅和朴承哲分别代表两国 正式签订了中朝边界议定书 这土地正式割让 说到这段呢还有个插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州长他的名字叫朱德海 他是个朝鲜族的兄弟 就是因为天池等领土被割让而被当地民众揪出来批判 给他的罪名是卖国贼 这朱德海呢当时也说不清楚 结果直到文革以后 朱德海才获得了公开的平反 发现卖国贼另有其人 结果一场朝鲜战争 自以为打赢了的中方 最后自己却落得丧土失地 估计这也是那些小粉红们万万没有想到 说到中国丧失的第3个 那就是中国经济晚发展了5到10年 这句话是打引号 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 当时中国呢刚刚打完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那场血腥的国共内战 国家是满目疮疑百废待兴 最需要的就是修养生息 结果又主动上门打了这么一场大战 为此直接的中国为了买武器装备就欠下了苏联13亿美元的外债 自己内部的战争经费和各种开支这个已经无法统计了 现在有的数字那都不可信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段时间 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当时人民币 贬值已经接近了万倍 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应该还有这个印象 最终到了1955年发行了新人民币 当时用一块钱换旧币一万元才结束了这场 非常恐怖的通货膨胀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统计的数字 都不可信 另外呢因为这场战争 中国遭到了联合国的严厉的制裁和经济封锁 导致人民的生活是苦不堪言 那个佩济制那个本那些票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另外呢为了备战为了战备嘛 跟美国人打仗嘛 当时那又大炼钢铁 这又直接导致了之后三年大饥荒 几千万中国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说来所有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这场助纣为虐的战争 有中国的经济学者讲 说因为这场战争中国晚发展了五到十年 这就是这句话的来历 对此其实我是不能认同 由于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彻底的封闭和制裁 对中国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后来的整个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 实际上和这个也是有关的 因都是这场战争 这些结果都是它的果 中国因为这场战争第四个损失就是和文明世界的决裂 当然主要是美国 中共的一直欺骗自己的人民 说美国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就想颠覆中国奴役中国 我小时候上的课都是这个 但现在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 美国在历史上 那是列强中对中国最好的国家 无论是当年的抗战还是最近这些年各方面的支持 美国对中国做的这些事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来就没有第2个国家做出来 而且在看得见的现在和未来 也不会再有第2个国家能够为中国做当初美国为中国所做的这些事 在朝鲜战争之前 应该说美国对中国还没有彻底死心 还抱着一线互相交往的那个希望 但是这一场大战下来 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彻底变成了美国的敌人 但即使如此 当1970年 苏联差点对中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时候 当时还多亏了美国 出于国际战略的考量 阻止了这么一场 中华民族的浩劫 另外的中国决裂的也包括整个的文明世界 因为你当时中共对抗的是联合国 朝鲜战争之后很长的时间 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 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封锁 对中国的各方面都造成了重装 通过这场战争 中国那是死了心投入到了苏联的怀抱 中共复制了苏联全部的体制 各个方面完全照搬苏联 结果这个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了今天 但之后中苏再次交恶 中国被世界是彻底抛弃 说来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包括一战二战 中国都站对了队伍 中国和美国和欧洲等 发达国家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一直是跟在站在这边 但是这一次的错误的选择 中国到今天 还在 付出代价 第五个失去呢那就是中国 其实已经 失去了 朝鲜 中国人呢付出了上边刚才说的这么多的代价 难道就是为了扶植一个反人类的金家政权吗 就是为了让朝鲜人民到今天还饱受奴役吗 像前几年中国游客惊讶的发现 在朝鲜的历史中 并没有志愿军的影子 一打听原来在朝鲜的课本里 中国人当年的浴血奋战早就被人家彻底的删除了 现在的朝鲜可以讲是桀骜不驯 原子弹更多威胁的那是中国 中国当年如果知道现在的朝鲜是这样的忘恩负义 当年还会出兵吗 但现在的朝鲜他就是这样他已经变成了这样 那说明什么呀 那说明你当年的出兵 有意义吗 值得吗 说来朝鲜半岛人家迟早会统一的 朝韩的老百姓朝韩的人民总有一天会反思 这些年 到底是谁在助纣为虐帮助金家爷们 是谁在上下起手故意阻挡朝鲜的统一 是谁在暗暗的为这个金家爷们续命 造成今天朝鲜人民这么痛苦的悲剧 说到这种仇恨那可是要祭死仇的 在统一问题上给人家使坏这可是要祭死仇的 所以说中国的子孙后代未来 你要承担所有前人们这些愚蠢的代价 说到第六个失去呢我相信有朋友一定讲了 那还有台湾 因为这场战争使中共错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 先不说中共当时能否拿下整个台湾 就算他可以 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损失 我认为对中国来讲 这反而是一个幸运 我认为这反倒是中国的一个难得的所得 如果当时中国真的灭掉了台湾的话 那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当然还有人一定说了 毕竟的中国军人通过这场战争 展现了他们勇敢的风采 让世界从此不敢小看中国 但是展现勇敢的方式有很多 为什么要通过这么一场不义的战争 通过几十万儿女丧生异国土地来证明自己的勇敢 而且这些人他死的有价值 他们的浴血奋战 结果是在对抗文明 是在对抗正义 他们拼死取得的那些胜利 反而使这个国家离文明是越来越远 反而使朝鲜人民 包括自己的国家陷入到了更多的灾祸 这些年轻人他们何孤啊 他们的父母亲人何孤啊 所以说到那些独裁者们 你们对得起这些 上百万死去伤残的人们吗 现在呢提到这场战争 参与的20多个国家甚至包括韩国 人们心里留下的都是痛苦 悲伤和反思 当时二战刚刚结束 人们的血已经流够了 但是没讲到 又在远在天边的那块贫瘠的山地上 再次杀的是尸山血海血流成河 这都是为什么呀 相反呢 现在只有当时站在人类文明相反方向的朝鲜和中国 却在庆祝和纪念当年的这个所谓的伟大胜利 为这场不义的战争感到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呢还要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奋斗 说到这种奇葩的心态 在70年后 难道不是中国人 和整个世界的悲哀吗 过几天呢这都宣布了习近平呢还要再搞一个更隆重的仪式 还要做一个更重要的讲话 所有的这一切 这些纪念 谎言堆砌的这些历史 其实都是在为今天 为反美 来做动员做准备 看来70年前的那一幕 又要上演了 上面刚才说到的那些后果 又将再次的发生了 说到大陆的同胞们 你们 准备好了吗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